小鐘 老嬸 瑪利歐 小鐘 來吧 蹲一下 冰哥 身為我的兄弟 現在這樣蹲對男生很好 不要老是到這個年紀 都會聽我說 以前是硬的 以前是硬的 60歲潘若第一 潮狂十六頓 像是玉琳小鐘 俠粘貼 現在是信心的問題 60歲的潘老師 潘若第一超懂跟劉思穎 現場大跳Energy的16噸 還附上教學 記得 病 開 病 開 因為日前她在網上 16噸挑戰影片 毫不吃力穩健的下攀 經已超過19萬人觀看 潘老師經特別到場受訪 分享下攀厲害的秘訣 今天會叫大家一起來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一家一家來 我就要各蹲16次 所以全部一起來 我只要蹲一次就好 所以基本上 絕對是下半身 在做任何運動之前 是不是你還是一定要有暖身 當然腿部的運動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 這個扭轉的運動啊 這個自己 讓自己的下半身 能夠熱弱一點 就是可能讓它預熱一下 在原地慢慢的小跑步 有中醫出來說 好像跳這個對男生很跑 當然下盤很重要嘛 對不對 那個下盤一定是很穩固 很穩大 基本上才會比較好 但我沒試過我不知道 我至少還可以蹲起蹲起 自己還應該還可以 但是也是滿吃力的 這你看起來完全很輕鬆的樣子 哎呀 我要讓你看起來 我很辛苦很累 我就完蛋了 跳完了當下 應該說前一天 我剛從韓國路 玩很大回來 那個已經累到已經爆掉了 當天回來的那天 其實腿就已經開始 有點像鐵腿了 那第二天 我還是堅持把它拍完 對你知道 Energy是我的好朋友 分答又是好哥們 我當然這一定要聽他們一下 好不好 16噸 那老師從以前就一直很照顧自己的身體 所以還能夠讓現在的身體 還可以保持在一個所謂的 年輕的body 年輕的那個世代之一 現在是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蹲下去 可以看到好久不見的那個朋友 那是正常的現象 有想要點名誰嗎 玉琳哥嘛 瑪利歐嘛 小鐘哥嘛 如果他們真的再不動 可能我們就要騎電動輪椅了 所以說趕快來蹲一下 覺得誰最有可能挑戰成功 誰最有可能是吧 沒有半個有可能 到底有沒有收到邀約 你都去那個演唱會啊 欸 目前還沒有吧 沒有邀約是沒有 但是非常多場上來詢問的 這裡膝蓋這個部分 這腳骨 這腳骨 這腳骨要平常是真的是要保養的啊 會不會擔心Energy 接下來又有新的舞蹈動作出來挑戰 可以 16吞我可以 可以 16吞的話我就可以吞 你要我怎麼吞我都可以吞 好 你 disease psych窩 你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